今天我们来看一块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固态 因为品牌并不是它的重点 大家也不要胡思乱想 乱想的话视频可能就看不到了 我们的重点是里面的资料 据说这块硬盘本身是可以识别到的 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放了一年左右 它就无法识别了 也不能说是完全无法识别吧 它还流了一口气 就是在连接电脑的时候分区可以看到 不过里面的资料无法访问 现在这个硬盘已经连接上我的电脑了 在我这边它是完全无法被识别的状态 咱们等一下吧 也许只是识别慢也说不准 当时我还让这名网友尝试性的添加一下这个盘符 看看是否可以识别到 很显然它是添加不了的 另外我也让对方试着在不同的电脑上看一下 对方说在苹果电脑它是完全无法识别的 在Windows上至少还可以看到一个分区 只是无法访问 看样子苹果电脑要求还是会更高一点 只要有一点小毛病硬盘就直接离线了 现在这一块硬盘我前前后后等了有一分多钟 而且也来回插拔过 它确实是无法被识别的 目前已知这一块盘在一年之前使用是正常的 闲置一年以后就出现了无法读取的情况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它里面的芯片可能漏电了 让对方发过来处理一下 对方问我漏电是什么意思 那现在我就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先把这个硬盘本体拆开 撕毁无效 那就无效吧 这里应该是一个螺丝 好像没有螺丝的 那就直接拆吧 这一个型号的硬盘 其实我之前还是修过不少的 里面的用料来源非常的丰富 从2258到2259的主控 TLC到QLC 各大厂商的芯片都有 这叫为了防止单个厂商掐脖子 所以供货商从美国到日本韩国的都有 已经拆开了 硬盘的螺丝 我已经给它拧掉了 这里用的是一个2258的主控 我们来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颗粒 看到没有 厂商为了让消费者用上更便宜的硬盘 这叫普惠大家嘛 所以芯片上原厂logo是没有打的 毕竟你像原厂这样打的字体越多 那生产时候消耗的电量也越大 厂商总是在用户看不见的地方 无微不至的为消费者节省每一分钱 假设每打一个芯片的标 费用是五毛钱一颗 这里一共有两颗 这样加起来的成本就可以为消费者节省一块钱了 消费者在购买这个盘的时候也可以节省一块钱 这样才叫真正的良心商家嘛 何况这一个标打了也没啥用 正常谁会拆开来看这一个颗粒的标呢 回答正题 如果之前有看我做过冷数据老化测试的网友应该知道 没看过的也没关系 咱们再说一遍 首先大致说一下这个固态硬盘的存储原理嘛 固态硬盘它用的主要是闪存芯片 闪存芯片里面有很多小的晶体管 晶体管以及堆叠的这一个芯片多少决定了你的硬盘容量 这些小的晶体管就像一个一个的小电容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电池 里面它可以装电子 拿最简单的SLC说明吧 它每个晶体管里面有两种状态 没有装电子的表示0 装了电子的表示1 假设这个芯片里面有100万个晶体管 那它就可以装100万种不同状态的电子 这种0和1就是最简单的二进制存储 当然如果你要去读这一部分数据的时候 通过CPU运算可以转换为8进制10进制 甚至是16进制 通过这些转换 它就可以变成图像声音或者文字 写入数据的过程那就反过来了 CPU把文字这些信息转换为二进制 然后再通过固态硬盘上的这一个主控 把这些二进制的01转换为电子的方式 存入晶体管里面 那么漏电又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好比如说你有一个手机充满了百分百的电 在关机放了一段时间以后 再次开机的时候 可能你只剩下百分之九十的电了 这种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有经历过 回到这一个芯片的本身 虽然不完全准确 但至少八九不离十吧 当然了 如果你的芯片体质本身不好的情况下 那漏电速度只会更快 漏电的说完了 那么这一个电要怎么补呢 这时候有聪明的网友可能会想到 直接给它冲回去补就好了吗 我也想啊 但前提是要这个主控以及固件算法支持才可以 因为这整个充放电过程都是由主控以及固件共同控制的 而且还涉及到漏电的区域 里面关联的技术细节会非常多 我也讲不好嘛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怪这一个主控以及固件算法 如果颗粒本身就有瑕疵的情况下 就算纠错算法再强也不一定能拉回来 毕竟一开始地基就不稳了 因为它用的是2258的主控 这一个主控我们可以尝试用工厂模式再次纠正 这个硬盘在工程模式上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在创建翻译器的时候就可以发现 每个页面上几乎都有爆错 如果只是单纯的固件损坏 芯片良好的情况下 是不会出现这么多红字的 颗粒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给大家一点小提示 它的原产地是韩国的 具体呢我就不方便细说了 因为只要是电子产品 那它就会有坏掉的那一天 目前这个硬盘上 它是有不少这种依稀稀错误的地方 就是这些黄色以及黑色的区域 这些就是漏电不良的区域 我们可以通过手工纠正的方式 对它进行二次修正 如果修正以后还是不行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的区域的数据 就要全部报废 现在我们要对这一些数据 进行二次修正 修正方式非常的简单 选中这些坏的区域 然后再重新读一遍 从这一个修正结果来看 目前还是不错的 至少还是可以滤掉一些 这些错误的地方一直在减少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长期不使用的数据 建议还是拿一块机械硬盘装一下吧 之前的硬盘又经历了一周的老化测试 终于有一块海力士的撑不住了 它的最后写入量维持在650T 写入程序我这里是一直开着的 目前硬盘是已经无法写入新数据了 而且在这一个磁盘管理上 这一个可用空间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只有100G 我确定这一个盘是海力士的P41 Plus 咱们打开创建一个文件看看 可以看到任何文件现在都无法创建了 提示函数不正确 因为其他硬盘目前还可以正常写入 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测试 那么本周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